好,不能再说了 哈喽,此刻要出发去JYP公司的路上 然后今天我的司机是周密同学 今天这个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工作 本来要是去见齐妞我爸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今天要录制那个Gordon Girls 然后我就说那我能不能去看 因为有一天 他们还唱了你们的歌 对啊,对啊,就我在中国的时候 看到姐姐们唱了Goodbye baby的舞台 Goodbye baby goodbye 你都在说我能不能去看下舞台 可以啊,那你就来录制一下综艺 我说哈,这么突然吗 然后我昨天在临时找衣服 然后今天刚刚去那个美容院 然后画了一个美美的妆 综艺的头发 然后一会去JYP的公司跟七年我爸一起出发去英城的录制现场 马上要到了 这个小蜜同学绝了 哈哈哈哈 但今天这个他他非常靠谱啊 他就说要当我的那个司机来送我 但是刚刚有稍微有一点时间有点赶啊 然后大概六十麦 不能超费 对,他永远都是非常的安全驾驶 带女人出行怎么能危险驾驶呢 是是是是是 啊,今天韩国的天气非常的好 刚刚在JYP太聪明,手上一堆的东西真的没有办法拍 忙着打招呼,然后一路上就是忙着跟哥哥聊天 所以我今天是坐的那个琴姐我爸的车来的 然后我们现在到了Gordon Girls拍摄的现场 我们今天就坐在这个下面 然后他们在舞台 今天是他们发表新歌的日子 四个姐姐会请他们的好朋友们 然后我是琴姐我爸的好朋友的身份过来的 主要是因为我在中国看到他们的Goodbye baby之后 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就我曾经也在浪姐的舞台上也有说过 就是如果我们Miss A在一起到老的时候 到六十岁的时候 Miss A开演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答案 哇,就是让我好像有一种感觉 就实现我的那梦想的感觉 天哪,就是很棒 而且他们就是在舞台上这个发光 然后这种自信 然后他们的实力就不用说了 然后呢,现在我就准备换衣服 还有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可能就要开始录制了 希望今天录制顺利 因为我的韩语已经退步非常多 一会儿不知道能不能给拍摄了 因为好多时候他们不给拍摄 所以就可能没有办法记录到那个Vlog里面 好吧,反正我会尽量多跟大家分享的 祝姐姐演出成功 我们结束了 我们结束了 有一个大小镜绽 看一下啊 今天录制的现场 就是我一个人 穿了一个小抹胸 你会跟我说是室内录制吗 冷成狗 在那里抖着 这样抖 西欧巴就是从台上上来 他说 哎呀 别打啊 你真的很冷啊 然后我摸摸地说 哇你手怎么那么冰啊什么的 所以要不然我穿这件衣服 他说 你真心别穿了 你这样非常的美 你就这样 把你的肩线露出来 我学习干什么真的很冷 好好好 把肩线露出来 直到后面他们才开了那个暖气 哇 真的冷到不夸张我跟你说 抽筋 面部抽筋 我都不知道我到露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子手都在抖 太冷 终于喝口热火了 我一天没吃饭 通通马马出去一直到现在 收了 好瘦啊 不能再瘦了 今天姐姐们的舞台真的太好看了 唱得好好 就是在舞台上的那种自如 轻松的sexy 轻松的自信 毫不费力 我就是只是一个眼神 只是一个走路 就非常的自信 然后非常的有魅力 在舞台上发光 然后特别有一个感动 而且真的是听现场哦 就是很厉害 整个他们的新曲发布完了之后 他们就还有一个未公开的一个内容 为了这一次family的朋友们过来 然后给他们一个表演吧 然后呢他们就表演了他们上一首曲子 然后呢还有每一个姐姐就在表演的一首曲子 真的唱太好了 然后一直在拍我都不想走 这位说走啊走啊 啊哈我饿死了啊我要走啊 因为我是搭他的车来嘛 我怎么会得坐他的车 因为我们在仁川路太远了 今天我爸给我打了一百分 然后我们今天说的很好 衣服也很好 装也很好 整个状态都非常好 今天我来分 怎么又给我打了分了 很久没有见他 特别开心 然后因为我1月16号发新单集嘛 又把新单集的所有的歌 然后还有MV给他看 他也都说特别好 然后还挺特别的 他说写的都很好 他很喜欢 因为主打歌才有MV和舞蹈嘛 他说他也希望后面的两首歌 也都能就是有一个小的一个影像 或者是就是一个舞蹈啊之类的 所以好好我说我回去加油 终于 是上间第一顿饭 我们来韩国又感觉到是又肠胃炎上后下线的 我们也搞到一点 看看我们的豆芽菜 米肠 我更加深刻的 粉丝 鱿鱿鱿鱼 那些 voter